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开始了加速跑 这里是英国的议会大厦 也叫威斯敏斯特宫 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 也是英国政治的中心 三年多来围绕英国脱欧 政客们在这里不断地较量和争吵 就在几天前 10月22号 英国议会进行了两场连环表决 这对鲍里斯·约翰逊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这是他力争 在10月31号如期脱欧的最后一波 当地时间10月22号星期二晚上7点 短短的半小时之间 英国首相约翰逊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 他历史性地赢下了议会对脱欧协议的支持 却输掉了对脱欧立法时间表的控制 在英国议会于当天晚间举行的连续两次关键表决中 议会先是以329比299的优势 通过了脱欧协议法案的二读投票 这是自英国脱欧公投三年以来 脱欧协议首次赢得英国议会的支持 虽然二读投票仍不是最终表决 但它完整揭示了议会对该协议的支持意愿 可以说是脱欧谈判到目前为止 最具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仅仅20分钟之后 在另一项关于脱欧立法时间表的程序动议中 约翰逊政府以308比322落败 这意味着政府将不能如愿 在本周内完成脱欧相关的所有立法程序 也意味着脱欧的延期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事实上 伴随10月31号大线步步逼近 这样的交锋和争吵在英国议会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等地时间10月14号 星期一 在休会计一周后 英国国会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主持下 隆重赴会 宣读政府未来施政与立法计划 女王表达了对英国脱欧进程的关切 并且表示支持英国在10月31号脱欧 女王的这番表态 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十分得意 随后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 10月17号 英国新提交的脱欧协议 得到了欧盟议会的通过 就在大家都以为 鲍里斯·约翰逊真的可以带领英国 在10月31号成功脱欧的时候 回到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 却遭遇迎头一击 10月19号 星期六 英国议会放弃周末休息 讨论与欧盟就脱欧达成的新协议 而这也是英国议会下议院 自1982年马岛海战以来 首次在周六召开会议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在开场发言中表示 10月17号在欧盟峰会上 获得通过的新托欧协议 是一份最佳解决方案 且任何再次延期 都将对英国造成恶劣影响 按照下议院当天的议程 议员们首先对议员莱特温 起草的修正案进行辩论并表决 之后再对新托欧协议进行表决 莱特温修正案要求托欧期限 需要延迟到新托欧协议通过立法之后 最终该法案以322票 对306票的16票优势获得通过 按照法律规定 修正案通过后 首相必须在19号当天 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上午8点之前 致信欧盟申请三个月的脱欧延期 但鲍里斯约翰逊首相 显然并不打算妥协 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晚些时候报道称 鲍里斯约翰逊已经向欧盟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正式递交申请脱欧延期的信函 如果欧盟理事会全体成员同意 英国脱欧时间将被正式推迟至 2020年1月31号 值得注意的是 鲍里斯并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 鲍里斯约翰逊还给欧盟发了一封 附有签名的信件 称延期脱欧是个错误 希望欧盟不要同意延期 英国驻欧盟大使巴罗 也另外写了一封信 强调要求将脱欧限期 延迟的信件传送给欧盟 只是出于英国法律的需要 与此同时 鲍里斯约翰逊仍在争取议会 投票通过他的脱欧协议 他的协议尚未死亡 脱欧之战也远未结束 BBC 而对于10月22号戏剧性的投票结果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很失望 他表示将暂停脱欧协议的立法进程 等待欧盟表态 约翰逊此前曾表示 他坚持在10月31号如期脱欧 如果脱欧协议立法时间表遭否决 且欧盟同意英国延期脱欧 他将撤回脱欧协议法案 并提前举行大选 议会很强调议会在英国脱欧进程中的这种发言权 就是说首相 首相当然是代表政府 你不能说越过议会去独断专行 议会要把自己的态度 把自己的立场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在议会 以议会为平台来钳制政府 这个实际上是都不变的 因为我们知道对约翰逊来说 他实际上也是一个 搬楼出家的这样一个政府领导人 从英国的政治来说 因为他不是选举出来的 他并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 所以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弱者 这个时候支撑他的 或者说给他提供政治支持的 就是他的政治承诺 这个政治承诺就是10月31号 要主席脱欧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 尽管我们看到约翰逊 被逐渐地捆住了手脚 无论是议会还是法院 都给他施加了限制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仍然不能放弃他的政治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其实无论是保长也好 还是工长也好 还是其他政长也好 大家说的是脱欧这回事情 但是心里想着都是 一旦脱欧这个事情 非要以提前大选 为一个突破口的话 那各方现在实际上 运筹的是提前大选 所以在这样背景下 无论是左眼一说 要维持他现在的合法性 和公信力 还是说着远于未来的大选 约翰逊在如期脱欧的问题上 都不能松口 而且如果他不松口 但是一旦发生了延期的 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不能在4月31号 先脱欧 他又可以把这个责任 退给其他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下 都是这些政治家 他们个人利益 包括党派利益的一种 算计的结果 嗨 浩克 鲍里斯·约翰逊 曾经把自己比作漫画里的 超级英雄 绿巨人浩克 他是这样形容的 浩克总能脱身 不管他被束缚得多么紧 对这个国家来说 也是这样 那么一心想解决 脱欧难题的首相 到底被什么束缚着 他的手脚 他又能否像绿巨人那样 摆脱束缚呢 对于约翰逊这位首相 和他的两位前任来说 第一个大麻烦就是反对党 正是他们数次阻碍了 英国的脱欧之路 自从2016年英国举行 脱欧公投以来 英国最大反对党 工党对于支持留欧 还是脱欧一直态度含糊 据报道 9月23号 在布莱顿召开的工党大会上 工党代表试图确定 他们在脱欧问题上的态度 一向动议主张工党 应该直接采取 支持留欧的做法 但是在经过 四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 大会最终决定并宣布 工党将在脱欧问题上 保持中立 外界认为这场讨论 以最恰当的方式结束 彻底的混乱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 9月23号报道 对工党的这一集会 讽刺道 我们想怎样 没想法 我们想在什么时候这样 不知道 虽然工党内部 对脱欧的立场 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对外却形成一致 反对首相约翰逊的 一切脱欧动议 反对党 一定不能给执政党站台 一定是执政党 想推的东西 反对党就一定要反对 哪怕是大体上也能接受 我也要鸡蛋里挑胡同 一定要挑你的毛病 等地时间9月3号 英国议会下院 以328比301的票数 通过一项议案 来控制议会议程 以阻止无协议脱欧发生 这是约翰逊担任首相 以来的首次议会 关键性投票 明媒称 其遭遇耻辱性大败 作为回应 约翰逊称 他将发起提前大选动议 这需要议会下议院 三分之二多数支持 才能通过 9月4号 约翰逊提出的提前大选动议 第一次遭否决 他得到298票支持 和56票反对 比他所需的数字 少了136票 其中 科尔滨所领导的工党 选择了弃权 反对党工党领袖 科尔滨表示 工党不会步入首相设下的陷阱 称 约翰逊让议会修会 只是为了避免议会 质疑他的作为 举行提前大选 对约翰逊来说 同样存在风险 有人把他这样的行为 称之为 暴赌之举 那么兵行险招 意欲何为呢 保党 工党 其实手里最后的牌 都是提前大选 只不过现在提前大选的时机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对约翰逊来说 最好的提前大选时机 就是在10月31号以前 这样可以让他 既不打破自己的承诺 因为他就是冲着 10月31号之前脱去的 同时呢 还能在短时期内 激发起 民众对他的这种支持 就认为你看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 政治承诺 他不惜 以自杀的方式 来维护他的承诺 这个实际上 对他是有利的 当然对工党来说 最有利的时机 一定是在10月31号以后 因为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 约翰逊政府呢 不得不打破自己的 政治承诺 很大程度上 会消耗他的政治资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 选情啊 从现在情况看 一定是更有利于攻打 而不是暴露 脱欧历经三年多 撕灭了英国政坛 约翰逊的第二个大麻烦 来自自己人 即使在本党内 也声音不同意 9月3号 议会对一项 延迟脱欧法案投票时 21名保守党议员 倒戈支持工党 投出反对票 这次倒戈 成为英国30年来 最大的保守党分裂事件 约翰逊随即宣布 对着21人 开除保守党党籍 其中包括约翰逊的偶像 前英国首相 丘吉尔的孙子 索姆斯爵士 前财登大臣哈蒙德 和前司法大臣科拉克等人 除此之外 英国媒体更捕捉到 在约翰逊发表声明时 同党议员菲利普里 直接走向自由民主党 与该党议员们坐在一起 表明自己反对约翰逊 即加入自由民主党的决心 同时 菲利普里的这一决令 导致保守党 失去在议会的多数地位 也意味着 约翰逊失去了 对英国下议院的控制权 金融时报认为 约翰逊强硬的脱欧立场 正在分裂英国保守党 分裂的议会 分裂的党 不光是党内的这种分歧 那么各个党派之间 争斗这种党争 政争 实际上也不可能让 议会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大家都把英国脱欧 现在这种议会里面的 这个争执 比这种说 说这样也不行 那也不行 要也不行 不要也不行 要这个也不行 要那个也不行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这就像英国脱欧一样 所以约翰逊 他很难有这种能力 去整合党内的这种 一致的声音 也更不可能有一个 这种能力去整合议会 形成一个多数 第三个麻烦 来自于约翰逊自己 临危受命 反而成为了约翰逊的短板 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未卜 也让他能在多大程度上 左右英国脱欧进程 显得力不从心 10月31号 是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 也正好是约翰逊执政100天 那么约翰逊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如果说那个日子到了 他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他是不是选择主动下台 或者说在国内反对党的这种 把他推翻下去了 那么他肯定是一个短命首相了 但是现在就说目前来看 很难说 因为他自己他很强硬 而且他知道自己执政很简单 他也不想作为一个最短命的首相 被载入英国的史册吧 这每个首相都不愿意乐见于这一点 所以一定想各种办法 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能够代表英国国家利益的 能够不惧怕欧盟这种什么威逼利诱的 能够跟欧盟去谈判 而且真的他谈成那些东西回来 这样的话他这个形象呢 可能就至少他自己 加上他自己这种宣传 可能输到比较高大一点 这样的话如果携这个优势 加上现在民意呢 多数民意还是应该说 还是支持英国脱欧的 这样的话大选可能对他还是有利的 保守长没准还能够 就是说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 这样的话他继续担任他的首相 而且议会对他的限制 将会更小一点 英国脱欧进程历经无数审议 而每次投票之后 又总会回到不确定的剧情 如今呢 皮球又踢回到了欧盟一方 英国脱欧 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同样也考验着欧盟的智慧和耐心 那么作为现任首相的 鲍里斯约翰逊 又是如何判断形势 在欧盟进行的博弈中 鲍里斯又是如何盘算的呢 据今日俄罗斯10月22号报道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表示 他建议将英国脱欧期限再延长90天 避免出现无协议脱欧的情况 同日他在告别演说中告诉欧洲议会 无论英国议会商议的最终结果如何 无协议脱欧永远不会是我们的决定 在与英国脱欧问题纠缠了几年之后 欧盟的态度有了一些软化 事实上对于英国脱欧的酒脱不绝 欧盟的其他国家也很有看法 我看起来 我讬 crashed 我认为31节目... сум过持续力 所以我不能 answer 消化责书xi的东 IT 的对于法规议 但我认为 fewer充断 要是有需要讯 Adjust 我认为这件事 现在只ahan留意 要性能呢 接下来 работать 让有无限的 依然必须变付опасven 我认为蒋洛森也想预送 美国人决定要离欧洲联盟 我们不能只说 它是明天 明天 明天 我们也必须取决定 除此之外 鲍利斯·约翰逊的新方案 能够得到欧盟的快速通过 某种意义上 也是欧盟给英国开绿灯的结果 欧委会这个角度来看 欧委会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觉得脱欧是一件 很悲剧性的事件 但是他既然这事情发生了 欧委会是想把这些事情 就是说顺利地办好 让英国有喜悦一脱欧 这样也成为这一届欧委会 它的一个遗产 一个好的就是政治遗产 因为这届欧委会到10月31号 也正好就任期就到了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波折 欧委会发现 想实现这个目标很难 但他还是尽力地想去做 就是欧委会现在主席是荣克 他希望能够尽量地 对英国再稍微让点步 因为尽管一开始立场都很强 说得很明确 我们很让步的 协议不能再修改了 但是现在他也是有所退让 针对英国提出的脱欧延期申请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曾多次表示 既然双方已达成新的脱欧协议 便没有必要再次延长脱欧期限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茨克表示 他将与欧盟领导人探讨如何回复 有报道称 欧盟可能通过紧急召集一次峰会 或是通过书面程序批准延期申请 事实上 欧盟并不想被英国脱欧 久脱不决 飞锅 欧盟同意延期脱欧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在这三个月里面 英国政局不能出现重新洗牌 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对脱欧的共识的话 那有可能到了明年一月份 又是一个再次延期的问题 而这样下去实际上慢慢地 也会把欧盟拖入到脱欧的这种 巨大的消耗里面来 所以我觉得可能从现在情况看 应该说延期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而且脱到明年的可能性越来越增加 但是这一次延期 有可能会成为最后一次延期的可能性 越来越增加 既然英国想脱欧 对英国和欧盟来说都是个麻烦事 那么英国不脱欧 不就没有这个麻烦了吗 再来一次公投 是否是解决当下 英国脱欧死局的另一个选项呢 三年前 英国以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时 经济学家杂志 就曾刊出这样一张封面图片 标题是一场悲剧性的分裂 I believe that this is enough for me to recommen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remain in the European Union having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I've decided after a huge amount of heartache because I did not want to do anything I wanted the last thing I wanted was to go against David Cameron or the government but after a great deal of heartache I didn't think there's anything else I can do I will be advocating vote leave or whatever the team is called 2016年的那场公投 在卡梅伦和约翰逊之间 很多英国人选择站在了约翰逊的身后 近日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接受 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采访时表示 他对自己在任时 执定举行脱欧公投 导致英国目前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而感到后悔 他说 他应对英国无法顺利脱欧的后果 负有责任 在美国时代杂志同一天刊发的专访中 卡梅伦称 英国当前的脱欧将局 不排除经由第二次公投解决的可能性 卡梅伦认为 无协议脱欧将是糟糕的结果 不应以它为目标 而第二次脱欧公投是一个选项 但所有的问题 真的可以通过再一次公投解决吗 国内的政治这种极化 就是两极分化 是很明显的 一部分人支持流欧 另外一部分人支持脱欧 甚至说 就是两大战营都是那种水火不容的 老百姓里面 这个也是分歧很大的 可能一个家庭里面 可能父母是支持脱欧的 可能子女是支持流欧的 如果再搞一次公投的话 哪怕是流欧的那个阵营 可能真的获胜了 可是不要忘了 英国可能还有 比如百分之四十几的人 是支持脱欧的 这些人还依旧会不服 不满意 说我要再搞一次公投 或者说我要再通过什么方式 进行抗争 是上街游行也好 是通过议会立法也好 这个政治的乱局是没有解决的 而只会继续拖延下去的 这是从这个国家发展来说 这不是一件好事 脱欧的九拖不决 脱欧的九拖不决已经成了英国社会最大的痛 一些负面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了出来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此前宣称 自从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 英国经济损失了GDP的2% 平均每个家庭损失约900磅的收入 这对处于高通胀和工资增长停滞的英国家庭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结束现在的状态 结束不确定性 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们认为我们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能够看待未来的世代 而不是离开国的未来的未来的未来 大家现在已经不太关心 是拖还是不拖 大家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三年了 三年来应该说 英国的政治资源 经济资源 还有社会资源 在这个脱欧的经济中 都在逐渐地消耗 你想民众始终生活在一个 一方面他对未来 他有一种未知的恐惧 同时这个恐惧还在不断地通过 这个议会和政府的斗争在折磨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逊上台以后 尽管包括到现在 他逐渐他的威信 他的权威在受到议会方面的影响 但是现在他领导的保守党 在英国民意中的支持率还是最高的 就是因为约翰逊的主张 他不仅吸引了那些支持脱欧和硬脱欧的民众 他现在也在逐渐地吸引一批 对脱欧这个事情感到厌烦的英国民众 一托再托的脱欧大戏 一次次刷新世人对英国政治的认知 不仅让英国政界名誉受损 也让吃花群众不禁感慨 为何曾经的民主典范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 如今呢 具体脱欧最后期限还有几天时间 政客们的争吵还在继续 议会外的抗议示威也在继续 英国到底能否如期脱欧 又将以什么方式脱欧 恐怕仍将是迷雾重重